过去教学的方式大多数是老师在台上讲 学生在台下听 但是现在其实有很多辅助的工具 可以提升教学的效果 像是实物投影机 它就很适合运用在需要动手做的课程当中 老师们要自己尝试插面包板 来看看能不能让LED灯亮起来 直到老师在示范的时候 透过实物投影机 可以让大家更清楚看到如何操作 如果说我们的课程需要动手操作 而且是希望老师可以实际看到讲师 一步一步实际操作的过程 那我们会利用到所谓的实物投影机 那有评估过 事实上利用到实物投影机来做这样的一个教学 不管是老师不管是学生 那就是学习是加倍的 随着辅助工具越来越多 老师的教学方式也变得越来越多元 即使每一位老师擅长的领域不同 但是仍然可以透过研习活动互相观摩交流 我想除了研习是主要的目的 学到物联网 那次要的部分 我觉得这也是附加学习很重要的一环 那第一个就是让老师知道 原来除了我们研习 我们习惯都是看讲师的简报之外 我们也可以透过数学学习平台来进行学习 那这样如果说那就OK 事实上我们也更期待就是说他回到他的学校 也可以尝试利用这种数学学习平台融入他的教学 让学生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学习的风格或学习的经验 尝试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 无非就是希望能提升学生们的学习兴趣 如果辅助工具运用得当 还能让教学效果更加分 加深学生的印象 记者方建卡林景瑜五股采访报导